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财经扫盲课 关于财经、股市的扫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金融科技的速配约会 投资者心动秒回 二、股市的美容院 指数面膜换心炎 三、中央银行的魔法棒 市场期待变魔术 那么哦、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金融科技的速配约会 投资者心动秒回 在这个数字化爱情的时代 金融科技、Fintech 就像一场全球投资者的速配约会 想象一下 一个穿着西装革履 手持智能手机的投资者 在金融科技的酒吧里 寻找那个能让他心动的完美匹配 首先 我们有那些迷人的交友应用 不、我是说交易平台 他们就像Tinder 只不过这里匹配的不是约会对象 而是股票、债券、加密货币等 你像左华 再见了 石油期货 像右华 你好 可爱的小型科技股 这些平台的用户界面 越来越用户友好 几乎让人一见钟情 投资者只需轻轻一点 就能与梦寐以求的资产匹配 然后 我们有那些充满魅力的机器人顾问 他们就像那些总是知道 你需要什么的完美约会专家 他们分析你的财务状况 投资目标和风险偏好 然后为你量身定制一个投资组合 这就像是在说 亲爱的 我知道你过去的投资伤痛 但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开始 不要忘了那些闪电般的支付系统 他们让转账 就像是在发一条短信那样简单 这些系统让我会在第二天 给你转账变成了宝贝 钱已经在你账上了 这种速度和便捷性 让投资者的心跳加速 因为他们知道 无论他们在哪里 资金都能迅速到位 而区块链技术 哦 这就像是那个神秘的陌生人 让所有人都好奇他的真实身份 他提供了透明度和安全性 让投资者在这场速配约会中感到安心 每一笔交易都被记录下来 没有人能够作弊 这就像是在说 宝贝 我对你永远忠诚 但是 就像所有的约会一样 金融科技的世界也有它的风险 有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那些看起来很完美 但实际上却是骗子的投资机会 这就需要投资者保持警惕 不要被那些 华而不实的外表所迷惑 总的来说 金融科技的速配约 会让投资者的心跳加速 他们的关系 发展得比任何浪漫电影里的情侣 都要快 但是 就像任何关系一样 他需要时间和努力来培养和维护 投资者需要保持理智 不断学习和适应 以确保他们的金融爱情故事 能够幸福地走向未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股市的美容院 指数面膜换新眼 好的 让我们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话题吧 想象一下 股市就像一个繁忙的都市 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商业活动 在这个都市中 有一家非常特别的美容院 它的名字叫做指数SPA 这家美容院的特色服务 是提供各种指数面膜 用来换新投资者的投资组合的颜值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什么是指数 在股市的语境中 指数就像是一面镜子 反映了市场上一篮子股票的整体表现 比如说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就像是一面专门为篮筹股量身定做的镜子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则更偏爱科技股的面容 现在 回到我们的美容院 当投资者感觉他们的投资组合 看起来有点疲惫 或者不够靓丽时 他们就会来到指数SPA 寻求帮助 这里的美容师们 会为他们推荐各种指数面膜 这些面膜其实就是指数基金 或者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s 他们能够帮助投资者的组合 恢复活力 焕发心眼 比如说 如果一个投资者的组合 过于集中在某个行业 或者某几只股票上 美容师可能会推荐一个 多元化的指数面膜 比如标普500指数面膜 这样可以帮助投资者的组合 减少特定风险 变得更加均衡 或者 如果投资者想要追求一些 新兴市场的活力 美容师可能会推荐一款 新兴市场指数面膜 让投资者的组合 看起来更加年轻又活力 当然 就像美容院的面膜 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一样 指数面膜 也需要定期的更换和维护 市场的变化 就像皮肤的老化 需要投资者不断地关注 和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 以保持其最佳状态 最后 我们要记住 虽然指数面膜 能够提供一种 简便且有效的方式 来美化投资组合 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 投资者还需要 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 风险承受能力和市场研究 来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有人说股市的美容院 指数面膜换心眼 你就知道 他们其实是在谈论 通过指数基金和ETFs 来优化和美化 他们的投资组合的过程 记住 投资就像是保养皮肤 需要耐心 智慧和持续的关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中央银行的魔法棒 市场期待变魔术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既古老又现代的魔法故事 中央银行的魔法棒 在这个故事中 中央银行就像一位大法师 手持著能够操纵 整个经济体的神奇魔杖 当然 这不是哈利波特里的魔法 而是一种被称为 货币政策的现实魔法 首先 让我们揭开 中央银行魔法棒的 神秘面纱 这个魔杖有两个主要的咒语 利率调整和货币供应 当中央银行挥动魔杖 降低利率时 他就像是在说 Abrocadabra 让贷款更便宜 激励企业和消费者花钱吧 这通常会刺激经济增长 因为人们更愿意 借钱消费和投资 另一方面 当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时 他就像是在施加一个冷却咒语 Hocus Pocus 让贷款变得昂贵 抑制着疯狂的消费热潮吧 这样做可以帮助控制通胀 因为当借贷成本上升时 人们和企业 可能会减少开支 至于货币供应 中央银行可以透过 购买政府债券 来向市场注入资金 这就像是施展了一个货币洪流咒语 让流动性充沛起来 反之 卖出债券则像是施加了一个货币干旱咒语 抽走市场上的资金 以避免过热和通胀 现在让我们谈谈市场的期待 市场就像是一群等待魔法表演的观众 他们对中央银行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期待 当中央银行的大法师们预告 即将有一场精彩的魔法表演时 市场参与者们就会开始猜测 这次会是一个利率下降的戏法 还是一次货币供应的变化 他们的预期会影响股市 债市 甚至是外汇市场的表现 但是 就像所有的魔法一样 中央银行的魔法也不是万能的 有时候 即使挥舞着魔法棒 经济也不会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 这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魔法师 比如政府的财政政策 或者是国际市场的动荡 也在施展他们的咒语 最后 我们要记住 中央银行的魔法棒不是随便挥舞的 每一次魔法表演 都需要谨慎的计划和精确的执行 因为如果施法失误 可能会导致经济的混乱 甚至是危机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中央银行 即将进行政策决定时 想象一下 那位大法施政谨慎的挥舞住 他的魔法棒 而整个市场的眼睛 都紧紧地盯住他的每一个动作 哦 这个经济魔法的世界 既神秘又充满了惊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聊了三个有趣的话题 金融科技的速配约会 股市的美容院 和中央银行的魔法棒 通过幽默的方式 我们探讨了金融科技 如何改变投资者的体验 以及指数基金 如何为投资组合带来活力 我们还深入了解了 中央银行如何利用利率和货币供应 来影响经济 这些话题展示了金融世界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在我的观点中 金融科技和指数基金 为投资者提供了更方便 更智能的投资方式 而中央银行的魔法棒 则展示了经济政策制定者 对经济的掌控能力 然而 在这些创新和魔法背后 我们也要保持警惕 不要被怀而不时的外表迷惑 要始终保持理智和谨慎 现在轮到你们了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话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让我们一起探索金融世界的奥妙和乐趣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